当你某天跟着佳人进到戏院之后 突然被电影的冲击画面振折住了 你会是努力记在脑海中 还是成为一位导演 将自己脑中的想法完整拍摄出来呢? 嗨我是嘉一 不只分享格雷电影 更希望提供给大家 再多一点的观影感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法贝尔曼 剧情讲述一个小男孩 跟着佳人进到戏院 欣赏一部电影 当大家享受在其中的时候 只有小男孩被吓傻 并在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尝试要拍出跟电影相同的画面 即便拍摄过程遇上麻烦 他还是想尽办法拍出电影的画面 于是小男孩开始了他的电影人生 并成为现在的斯蒂芬·斯匹博 上一部斯蒂芬·斯匹博的电影 是去年的西城故事 即便在国外回想不差 但在台湾票房就不是很好 毕竟受众群有所不同 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也不意外 这次法贝尔曼要带给观众们 一个半自传电影 带大家回到他的童年 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他踏上电影导演这条路 首先来聊剧情吧 男主受到电影名的启发之后 开始自己拍电影 在拍摄过程中 他不断精进自己的技术 用各种的方式 让画面呈现合理化 低成本打造高品质电影 不只在学校打响名声 就连家人也非常支持他 直到他们搬到全新的地方 妈妈再也无法开心的笑 整个家里面陷入低迷的气氛 男主也不再拿起摄影机拍摄电影 当他再次拿起它时 是帮学校拍摄毕业舞会的电影 这次他决定拍出一部 前所未见的感人之作 也为他的高中生涯 画上完美的句点 你还记得人生第一部 看的电影是哪一部吗 嘉一还记得 是1998年上映的 我是谁 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电影 真的永生难忘 看着主角们穿梭在各个国家 找寻真相的同时 还得想办法自救 在紧凑的剧情发展下 看电影逐渐变成我们的休闲活动 但跟绝大多数观众不同 Steven Spiebel被电影吸引之后 决定要自己拍摄电影 一次又一次的拍摄下 他开始掌握拍摄的细节 还有剪辑的流程 在每次的成果发表时 我们都能够从中看见 他的明显进步 而这也提醒了你我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成功 并不是偶然的 是他一直不断的努力与坚持 才有办法在对的时间 展现他努力多时的成果 在羡慕别人的同时 也该回过头来看看自己 到底有没有在自己喜欢的事物 或是自己工作的职场上 持续精进与调整自己 才能够被长官看见 成为下一个被升职的对象 只有自己才能够帮助自己 接着电影非常仔细讲述 拍摄电影的规格与摄影机型号 对于过去从事相关行业的观众来讲 会有非常特别的感受 毕竟那是他们熟悉的事物 现在时代不断进步 过去的器材也已经太旧换新 要想碰到过去的东西 可能要到一些老店 或是专业的器材行 才有机会找到他们的踪影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找宝物的人 多去各种市集探探路 或许惊喜就藏在其中 再来是导演的人生经历了 如果说电影是主题 那支线就是他的人生了 电影之所以能够在他生命中 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是因为家人从小就支持他 让他可以在自己喜欢的事物上 持续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 换做是一般的家庭 就算能让孩子自由发展 但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与金钱 提供他相关器材 有时要能够从小就发掘自己的天赋 除了得要有一个爱你的家庭 还需要家人有足够的财力 帮助你不断在各个领域尝试 才能够快速找出人生志向 对吧 最后嘉宜想再聊一下 电影里爸爸与妈妈的选择 或许有些人会觉得 这有必要出现在电影里面吗 感觉非常多余 但对于当事者来说 这些发生的事都影响了他未来的行为举止 勉强自己待在一个家庭里面 即便有自己亲生的孩子 但再也找不回笑容的你 不会觉得人生非常难受吗 快乐有很多种 物质上的快乐是最好解决的 但内心上的快乐是需要多方尝试后 才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妈妈被迫离开家乡 得到全新的地方时 见不到自己心爱的人 就没有生活的动力 也开始影响到整个家庭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永远都会在自己身边的 或许适时的放手 才能够使双方重新得到自由 找回笑容之后 人生才会再次运转下去 你觉得这样的说法对吗 总结法贝尔曼是不可看的电影 本片是史蒂芬·史匹博的半自传电影 风格上来说 或许无法满足大多数观众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传记 又或者是对电影有一定喜爱的话 法贝尔曼是你廉价的好选择哟 我是嘉宜 我们下部影片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